在愛美獎勇奪勢弟的李正仔典禮中 明明旁邊坐著的是女友林士林 內心想得卻是別人這樣真的好嗎 親男同夫婦最好感情完全是真愛沒錯了 而兩人會一起回國是因為在愛美獎結束後 李正仔轉飛多倫多和鄭宇森會合 為了自己編劇間指導的獵手密令 出席多倫多國際電影節等相關活動 清晨結束後18日才一起回國 親戚、同僚、監督、演員都一起工作了 還有什麼計劃的計劃嗎 現在跟現在一起劇情努力做 對,我們希望可以跟我們一起做的 想法和想法都很長時間 但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沒有任何自然的見面 所以這件事就成功了 未來也有這種自然的機會 我們會給我們 我們會更加穩定的機會 瑞里正在憑藉由於遊戲 得到愛美講師弟 並寫下新歷史 也表達了自己的真實心境 我個人的意義 韓國的發展 世界各國的 觀眾的見面 與那些交通 這是比較重要的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 不會建立更多發展 所以我們在更加穩定的 我們有很多人和 社交通之後 要想說 改造了我們 總共的雙時刻 更加穩定的 成長的 成長的 Farrand 大家再也有 想看 有一點 會 進入 將順 《桃子丁度》 這是 最近在新冊再 pathogens 零場演 writer 女歌 這是因為 subscript 開場 hot discus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